好 下面看五应用题了 三百页 我说了啊 这一讲里面除了解方程 就是用方程 第一个 用极限导数定义或积分等式渐方程 给你极限的条件 导数定义的条件 或者积分的等式条件 渐方程 这个待会我们一起来举例子啊 第二个 用几何应用渐方程 比如说用曲线接线 那你就有了这个F1匹 X0就等于K 来渐方程 用公接线相等来渐方程 用截距 各位这个就不用啰嗦吧 我们在前面的几何应用里面 维分学几何应用就讲过了 对吧 你比方说X中间的截距 这个 这个跟Y中间的截距相等的 所以要令他相等 各位是不是建立文明方程了 对不对 待会都有例子啊 用面积 积分 带于什么 建文明方程 你可以建设积分方程求导 都文明方程 用体积 用平均值 不念了啊 待会看题啊 用弧长 用秤面积 用区率 用行性 那么这个屏幕呢 只有数学一和数学二考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立体 好 我们来看立体 15.20 这个呢 就是涉及到的 这个通过 这个极限啊 或者通过导数啊 通过积分等 我们建立 文明方程 这个就是说 文明方程的一种 这个应用了 分析 说 以致函数fx 在0到 正文章的颗导 fx是大于0的 fx的 x区正文章的 极限等一 且满足这个表达式 大家这个很熟悉了 当h区0的时候啊 这个底是区1的 对不对 这是无穷大了 h分之一了 1的无穷大四方 大家背一遍吧 很好 Limit u的v次方 如果是为 1的无穷大四方 立即显得什么 很好 E的Limit x 同样确认一下 v乘上 u减1 对吧 酷 我们直接说了 所以呢 立即就会有 这个左边啊 它就等于 我直接说了啊 E的Limit h去0啊 这是h去0 那么 v就是h分之一了 h分之一 乘上呢 u减1 u减1 f比f减去1 一通分呢 就写成了 fx分之 fx加上hx 再减去fx 我想同学们看到这儿啊 应该非常清晰的懂得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 很好 Limit h去0 我们要凑倒数定义了 对不对 那么我就是要求fx加上hx 大家注意啊 那么这个x呢 就是个算值的点了 那么h倍的x呢 这个是增量 减去fx 底下各位要除以谁 很好 你要除以hx 对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h去0时 hx也 7000 能听对是吧 好 那么现在 缺什么 补什么 少什么 贴什么 啊 h是有的 就写在这儿了 x没有 除一个x怎么样 乘一个x 很好 底下本来有fx 那就把它写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那么这时候呢 整个这一块是我们的什么 对了 f1比x 所以这个呢 就算出等于 e的f1比x 再乘上x比上fx 看到没有 是吧 然后 那么这是左边 那么现在等于右边了 右边是什么呢 e的x分之1次方 那么就等于e的x分之1次方 这是右边 好 由于左等于右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 e的u次方 那么这是单身增函数了 所以只要函数值相同 次变量怎么样 各位 非常好 必然是相等的 所以它是等于它的 这便建立了五分方程 那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那就是 f1比x 那乘上x 比上fx 它就等于x分之1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什么 各位 变量可分离了 我们超过去写一下啊 这个f1片呢 就是写成dfx了 对不对 大家 那么除过来 那么这边就等于 这边有个dx了 能听到吗 除以谁 除以fx很好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啊 这个x挪过来 就是x是平方分之1了 好 两边一起提分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 那么再插入1啊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边是loin fx 对吧 大家 题目讲了啊 fx是大于0的 看到没有 所以不用加绝对值 不用加绝对值 那么loin fx呢 它就等于这边是 负的x分之1 加上什么 这是loin啊 待会去掉的 我可以写成loin c 对吧 可以写loin c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两边去掉对数符号 所以fx呢 就等于c倍的 e的负x分之1 对吧 好 下面定c 有出质条件 有 那就是题目讲了 limit x是区限于 正无穷时 fx的极限值 是等于1的 那就是让x去正无穷时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是区限0的 10是区1的 所以由这呢 可以得到c4等于1的 于是我们fx就求出来了 它就是为 e的 负的 x分之1 回答完毕 对吧 那么这个题目呢 还是在 x带领的时候讨论的啊 所以最后结果是一个x带领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好 你再比如说 立体15.21 这个当作业做啊 这个当作业做 那么这个呢 就是积分方程了啊 你这个要好处理的话呢 最后把它移线过来 之后把它呈过来再求导 那东西是吧 你就是说把它挪过来 把它呈过来 你写成x加1 乘上f1比x 加上fx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这边就等于 那么0到x 就是ftdt 是吧 大家这样来求导呢 会比较方便 是吧 一般我们不对商求导 商求导可以 商麻烦你 是吧 你把乘过来 乘法求导呢 相对简单 求导就可以了 这个自己做啊 立体 15.22 也是这样 你看啊 这种几何上的应用呢 是说 所为的 曲边地形轴 x轴旋转一轴 所得的立体体积值 是该曲边地形面积值的 πt倍 很简单吧 是吧 你fx大于0 那实际上它就是 由y点0 由x轴落 那么它就是 x点1啊 x点t是吧 然后是fx 对吧 好 你如果x轴旋转一轴的体积 那么我们就很清楚 是1到t πf平方 x dx 对吧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曲边地面积值的πt倍 也就是πt倍的 1到t 然后是fx dx 对吧 那建立了基本方程 两边对t 求导就行 一般你记得啊 就还能说话 如果有分母 一般你再乘过来 再求导 会方便一些 是吧 方便一些 好 这个大家也自己做啊 好 下面看一下立体 15.23 这道题目呢 蛮有意思的哈 这道题 分析 这道题目呢 是2022年的真题 是吧 我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是2022年的真题啊 那为什么他拿到这里去讲的话呢 因为呢 我说的一段啊 你看看是不是有点 怎么看真题啊 就是以后大家 强化结束以后 要做真题 怎么学真题 我们先说一下 说YX是五轮方程满足这个处理条件解 这是简单的什么 一级信心形容的啊 这很简单 一级信心形容的啊 那么你把它 这个除掉2X啊 因为这里讲的是X等于1的位置的 是吧 而且X大一点1小一点1 所以这个X肯定大于0了啊 两面同时除以2X 那么就是Y一撇 是吧 减去X分之2Y 那等于2倍的LoyX减1 冲上2X 是吧 那么这是P了 这是Q了 是吧 所以公式法直接来了 所以Y呢 就等于1的负的积分PDX 所以是积分X分之2DX 是吧 好 这边呢 它就等于 这是LoyX 2倍LoyX 相当于LoyX 所以1的LoyX是X的平方 是吧 那么这块呢 积分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相当于X的4次方 放到里面去呢 是2倍的LoyX减去1 比像2倍的X的3次方DX 加上C 对吧 好 查过去写一下啊 这个X3次方DX 这是多少 我们的X3次方分之1DX 相当于就是X的-3次方DX 所以它就是D X配加1 就变成X的-2次方分之1 那么就前面写个-2分之1了 是这个对吧 4分之1 然后再跟这个2乘 说吧 大家 再跟这个2乘的话呢 变成-4分之1 所以呢 它就变成了X平方 乘上-4分之1 积分 2倍的LoyX减1 乘上-2倍的LoyX减1 2倍的X分之1 比X 是吧 好 但是又来了一遍这个 是吧 因为是X3次方分之1嘛 所以它就变成了2倍的LoyX减1 乘上X平方分之1减确 那么这个通常错到刚才错过了 这是-1-1 dX平方分之1 是吧 1分之1 再乘以2次负1 数数的正 加上X平方分之1 能看到你是吧 这样的话呢 它就等于2倍的LoyX 乘上X平方分之1了 因为减去一个 再加上一个就要比较了 所以这个答案呢 在X平方乘上 那么前面这个-4分之1还在呢 对吧 大家 所以-4分之1乘上它呢 就变成了负的 那么2X平方分之LoyX 对吧 然后再加上这个C 好 写完这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它就变成什么了呢 它就变成了 你把X方乘进去 是-1-2LoyX 再加上C倍的X平方 这个-1-2LoyX 加上C倍的X平方 好 那么出入条件呢 是这个Y1等于4分之1的 Y1等于4分之1 所以当X等于1的时候呢 Y等于4分之1 对吧 所以这样呢 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这个C的话呢 算出来是等于4分之1的 所以就得到了 我们这个函数Y 那么它是满足 出入条件 Y1等于4分之1 解释等于 -2分之1LoyX 加上4分之1X的平方 是这个东西 是吧 这里的X呢 你接下来要求胡长了 是吧 求胡长不是数月3的内容 但是呢 我没有去标这个啊 因为前面一段是数一数数三 都要有的 我来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道题目呢 是2022年的真题啊 可是呢 这个函数啊 那注意这个函数啊 你要真题熟悉的话 这是2013年的 真题啊 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就是2013啊 到2022 差10年各位啊 挣10年对吧 大家 10年的卷子啊 10年前是这个 10年后是这个啊 就是说10年前呢 直接给出这个函数 10年后呢 那你解一个五分方程 把这个函数算出来 接下来就没什么区别了啊 当年2013年的真题 也是求这个函数 在 挺好啊 1到1 就是1到1的胡长 这我就不再啰嗦了啊 1到1的胡长 这个是数据1 2的 数月3不考 但是我顺便说一句 是吧 那么就是1到1 算根号下 一加上Y1撇的平方点子 这样算出来 等于四分之一方 加四分之一 这是2013年的答案 是吧 那么2022年 那么还是这样 那个题目 还是这个答案 我这里就要提出一点啊 就是在命题上来讲呢 两件事 第一个呢 这个考验数学命题呢 它的风格呢 是一直是非常统一的 它有连续性 所以呢 你做好了一年真题 对于你把握 考验数学的风格呢 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就是大家知道 考验数学是有这个题库的 还有这个题员 你们好好做题员1000题啊 和我们后面的八套卷 四套卷 以及更要把36讲里面 这些题员啊 你们要给我搞清楚 这个题员呢 作为命题导师来讲 他就是拿着这些源头 进行改造 有的时候改的大一些 有的时候改的小一些 有的时候呢 是加一个开头 有时候呢 再延长一个结尾 明白吗 你很多东西呢 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像这种题呢 就是这样的 好 你这样再比如说 像立体15.24 说旋转体的称面积 在数字上等于体积的两倍 你就写出什么 旋转体的称面积的公式 它公式嘛 它就等于体积的 写成体积的两倍就可以 然后呢 敲打建立无用方程 是一样的 对吧 像立体15.25 也是这样 你看啊 他讲是曲率了 说这个曲率是这样 那么且此曲线上 点零数的界限方程 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让你求 这个曲线的这个方程 其实这个意思 也就很简单了 对吧 就是说你的曲率是这个 那不就是什么 我简单写一句吧 那么就是 那么大家知道 这是突的啊 突的话代表 二阶导数是 这个小林的了 那这y两阶导数的 绝对值 那么待会去掉 绝对值天赋号了 比较一加上 y一阶导数的 平方的 二分之三次吗 对吧 大家 然后这是 它的曲率嘛 就等于 更好下 一加上 y一平方 大家看这什么 就建立起来了 一个无用方程 对吧 建立无用方程 然后呢 这个曲线的切线呢 这个就是初始条件了 那过01这个点 就得到y0等1了 对吧 你切线方程是它 我们由这可以得到什么 y一平0等1 对吧 由这个就是y0等1 那么根据初始条件 来解这个无用方程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整个 在这个我们的 这一块上来讲 大家就要打握好 我们前面的 这个 几何上的问题 前面给大家总结的 这是我前面说的 它相当于是 整个高整数学 因为这是数学2 本身就是数学2的 最后一部分 高整数学内容 那么相当于 数学2的全面总结 也相当于 数一数三的 这个阶段性 全面总结 这部分呢 大家把它把握好 尽量不要丢困 好 下面我们看三 用变化率 减方程 第一个 是元素衰变问题 这个我写的啊 仅数学1 数学2 当然呢 就是这个 大家再瞄眼下意啊 例题15.27 人口增长问题 其实呢 这都是 一个类型的问题 我可以让它 有物理背景 对不对 你命制成 说放射性元素 在衰变过程当中的 物理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在 例题15.27里面 让它成为一个 什么背景呢 就是人口增长问题 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 与当时的人口 总是成正比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前数学3的朋友 也要看一下 例题15.26 它的这个 只是说你的研究背景 不一样啊 那实际上说法上 和写法上 都是一样的 你看我写给你看啊 说 写个分析啊 分析 说 任意试刻 原子各数的 这个减少率 与该试刻的 原子总数 成正比 比例系组为那么的 它是不是减少率 那看是不是变化率的问题 什么变化率啊 所以我们很轻松的 就写出来了 那么T实际刻的 原子总数是NT的话呢 那你说的减少率 就是变化率 是不是叫D比DT 对吧 那么它就等于 大家注意啊 你是减少率 那说到这个 这个是负的了 是吧 它就应该得负的 是吧 那么大乘以NT 看到没有 这个事物就很清楚了 因为你的减少率 是与该试刻原子的总数 成正比的 比例系组是那么的 那么的是大零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字正的 要填个负号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在考场上啊 在2015年啊 这是很早以前啊 当时考虑到提问 很多同学忘填负号 那是另外一个题了啊 另外一个题了 你这个比例上来讲啊 他讲说成比例 你注意那个比例系组 是吧 然后在等号 等式的两边啊 你要记住 两边都得同证和同证 你相等嘛 你不能一边是正的 一边是负的 是吧 你绝对是相等 那是你建立起来了 你还得让它在数量上啊 正负号上 还得是这个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负号 你要小心啊 有没有正负号的问题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条啊 正负号的问题 好 你这样建立方程之后呢 你接下来就好做了 你实际上就是 解这个文方程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密集推 这个叫分离变量了 我这个t就不写了啊 那nt的t就不写了啊 就笔n比乘n 对吧 大家 它就等于 负那么的dt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两边一起积分 这就来了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么这边呢 就是Loin n 对吧 它就等于 那么我这个就是 负那么的t 再加上一个Loin c吧 对吧 要去掉对数符号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nt 它就等于 c倍的e的负那么的t 怎么 对吧 好 看数条件 说t等0时 总数是 大N0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由这个 t等于0时 就是t等于0时 那么就是 n0等于 n0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把t等于带进去 是吧 那么这是1了 所以c是等于n0的 于是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nt的表达式了 所以nt的话呢 它就等于 n0 乘上e的负那么的t字 一般说来呢 当它这个 这个比例常数啊 它是 没有其他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常数呢 为一致的 但是请注意啊 它又增加了一句话 这里面啊 同学们一定要小心啊 我要强调一下这件事情 它说 且 有半数 发生衰变需要的时间为t0 这个就是半衰气啊 当然了 为了避免 大家在专业上的词汇 不明白 所以人家说的非常的 这个 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说了 有半数发生衰变 对不对 那就是二分之n0了 对不对 需要衰变的 首先呢 是大T0 于是呢 大家根据这个条件呢 你听好啊 你要把这个num的 要定下来 所以至于这个num的 这个事啊 它是否需要确定 这个比例系数 比例常数k 或者比例常数num的 在有些题目当中 是不需要大家确定的 能听懂意思吧 有些数是不需要大家确定的 有些数是需要确定 你要看题目的条件 看题目条件 这个你要小心啊 看题目条件 很多同学算到这儿 就以为那么的 就是个常数 所以他就不去管它了 那这个就丢分了 那就丢分了 这个要小心啊 好 这里面当然是要确定的 是吧 要确定的 好 要由于呢 要 那我就换颜色啊 你做这种要知道这个情况 那就是我的是吧 把这个小t 带成大t0的时候 那么就是n0 乘以1的 负num的大t0 是等于 二分之的0的 对吧 二分之的0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由此 可以把num的求出来 它就等于 t0分之 Long2 这个非常简单啊 两边一起取对数就出来了 好 于是呢 我们总的 这个表达式的话呢 于是我们总的 这个表达式 就可以得到 我的nt 是等于n0 那么乘上1的负 t0 大t0分之 Long2 乘以小t 这个表达式呢 就有了 这是一个 应该说啊 立体15.26 我在说明啊 我的写的紧数是一样 完全只是因为 它的物理背景 但是大家知道啊 你像下一个题 它就 还是这种 完全一致的思路 我简单提示一下啊 大家都可以做了 都可以做了 你看 说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率 那么 这就是变化率啊 它一旦是我们讲的变化利用题 对不对大家 它现在谈的是增长率了 是吧 好 那么这样子就来了嘛 所以我就是 dnt 比上dnt 这也是变化率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等于 它增长啊 就是这样的了 是吧 增长率 在t时刻 这个 与当时的人口总数成正比 你看 又是跟nt成正比 比例细致为r 是代理能看吗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写的正好就行了 正好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 这样一个情况啊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你去 这个分离变感去解它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提示一下呢 也很简单 它无非可能会稍微增加一下 那个系数啊 大家说系数的 就变化复杂了 看不见 你无非这个就是变成了 dnt 比上dt 那么是等于 那么这个是nt 乘上一个系数是什么呢 是r减去bnt 那么再乘ent 你们想想看 无非就是这个文化程啊 复杂了一点 是吧 分离变量以后 我在书上写的答案非常详细啊 带定系数法就可以 是吧 就把它解决了 这个大家呢 当作业就去完成 当作业就完成 整个的这个 我们在考验的历史上来讲呢 变化类问题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种 请大家要把它把握好 好 还有一句话呢 要嘱咐大家啊 这个变化率啊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在这个题目里头 在立体15.26里头 那么它明显讲的减少率 你这个填富好 对吧 然后呢 在立体15.27里头呢 它是增长率 所以这个就签正号 就不用写负号 对吧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 变化率 同学们知道啊 它可振可负 是吧 你比如说啊 如果大家要较真 增长率 同学们 可不可以是负的 对吧 你比如说 增长率 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 为负的 百分之 零点零五 也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但是 请大家注意啊 就是 关于增长率 你谈到一个变化率 它可振可负 有的词呢 因为在这个文字上来描述呢 你确实可以说 增长率是可以由负增长的 没有问题 对吧 增长率可以为负增长 但是呢 在数学考试当天 考试一点 我要跟你说清楚啊 命题老师 绝对不会让他有歧义的 是吧 你比如说 他提到增长率 如果是负的 他会讲 这个是增长率为负 他会说清楚的句话 或者在题目当中 他有明显的一个数据上的指标 比如说现在的人口是一百万 然后呢 再往下走 随着世界的变化 这个人口变成小于一百万了 所以你自然会知道这个变化率是负的 增长率是负增长率 能听懂意思吗 所以呢 考验数学不会玩这种文字上的模糊性的 这个 区分度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这样出题目就会产生争议了 这样不会的 请大家放心 这个不是语文考试 这你放心 我们回头可以用下面的例题再做验证 后面还有这种例子 你会自己发现 那么他如果讲变化率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从题目当中去发现 他到底是增长的 还是减少的 这个呢 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请放心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了 三 业务件问题 这个追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经典的 在考验数学上 在考验数学上 尚未考察的 东西 我们在强化阶段啊 给大家讲一个 例题 到了这个 模考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追踪问题啊 大家还是要 看一看 因为它实际上可以变成一个几何问题 然后呢 解文方程 这实际上是一个 可以改造成几何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吧 分析 在XOY平面上 是PQ的长度等于1 这个距离始终保持1 初时刻P在原点 Q在10点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如果P点沿着Y组的正方向 距离 画张图 它就是这样啊 这个呢 是 就这样画一下图啊 原来P在这 对吧 Q在这吧 Q在1 这个10的位置 是吧 然后呢 P往上走 是吧 P往上走 P往上走 再往上走 然后呢 你要始终保持呢 这个距离呢 始终是1 是吧 比如说到这来了 这个距离是1 对吧 比如说到这来了 这个距离是1 那东西是吧 比如说到这来了 这个距离是1 那么这Q呢 它的轨迹就出来了 它就要是这样一个轨迹 这样的轨迹 好 这个呢 你要求这个是Y 等于Y 就求这个轨迹方程了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几何问题 这个几何问题呢 主要有两点 你需要把握住就行了 第一条 那么你就是 我这个P点的坐标呢 那么这个很简单 这个P点坐标呢 可以写成0Y 因为它的这个 X呢 它始终在Y轴上嘛 不是X等0啊 Y等于Y了 这个Q呢 那么这个Q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Q点呢 就是XY了 因为你待会求的是它的方程嘛 就是XY 它们的几何关系呢 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 就是距离为1了 这是X-0的平方 加上Y 小Y-大Y的平方 这个是等于1的平方的 就写1了 第二条啊 大家注意 那就是说 这个连线呢 在这个点处 实际上是这条曲线的切线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大家把书上就画过画下来啊 这个呢 你要学了 就是说 这里的几何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这个连线 它紧定了它啊 始终冲着它方向走 然后呢 Q滑出的轨迹 那么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这个点的切线啊 这个位置是追踪问题 这个点 这个点PQ的连线 是这个位置 曲线在这点的切线 这样子 它就是紧定了它的 那个东西是吧 这个你要学到手啊 学到手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经典的维基分问题啊 很多同学那就是说 这考验还没考过呢 那么你今天不就学到这 这一手了吗 如果你在考场上才见到这东西 你就完了 之前把它想明白 是吧 你记住啊 这个如果一个点往上跑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点 追着它跑 始终保持距离不变 那么这Q紧盯着B走的话 那么Q滑出的轨迹 那么就是 这点处的切线 那东西是吧 把它记住 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好 见多识广 才不会大惊小惠啊 就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切线把它写出 切线的话呢 就看切线写率了 这个位置啊 你看这个谈你的θ 那么对边比底边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切线写率 那就是y一平x了 不过去写y一平x 对吧 这dy比的x 等于什么呢 那就等于对边比底边 对边的话 那就是这个 这个小y减去 那您负的啊 你注意啊 是大y减去小y 除以底边长 大家添负号是吧 你就干脆写成 小y减去大y了 除以底边长是 小x了 对了吧 那这不就有了吗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连续这两个方程 就可以建立这个纹方程了 你从这个可以解出来 小y减去大y等于什么 大家看 把这个挪过去 1减去x平方 开根号 是不是添负号 清楚啊 小y在底下啊 那么大y在上面啊 大y比小y大 所以这个是负的 所以添负号 所以由此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yp呢 写成 dy 比成 dx了 它就等于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上面是 负的根号下 以解x平方 比成什么 比成 x 看懂了吗 就是简单 就解这样一个 应该实际上显起来 是比较简单的 我用方程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就好做了啊 你把它的dx挪过来 但是呢 我在书上啊 我故意的用了一个办法 给大家看书啊 所以你请注意这条啊 我在书上 故意用了一个办法 我令x等于cosn t 大家注意看啊 我故意用了x等于cosn t 来做这个题目 答案在这啊 我下面用x等于s n t 再做一遍 答案挺好啊 为什么呢 我有意而为之 因为曾经有同学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在根号底下一解x方 你令x等于s n t 目的不就是把这个根号里面变成一个平方 然后把根号去掉 那么为什么不能令x等于cosn t来做呢 为什么倒非得令s n t呢 我说 没有不能用cosn t cosn t完全可以 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去根号 所以你只要能保证单调可回带 也就是说你给的是单调去线 对不对 这样的话可以回带的话 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我在书上给大家 专门写了个x等于cosn t 你们做一遍 然后接下来我用x等于s n t再做一遍 你看看是不是殊处同归 是一样的 好吧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下面做一遍啊 好 那么就很简单的 令 你把它挪过来是吧 就是变成了这个d y y等于负的根号一减x平方比上x dx 两边一起积分 那么两边一起积分了 实际上来讲那个 你这y是不是等于这个了是吧 所以我们就令 这个x等于上一遍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于是y就等于 那么负的积分 根号一下 一减x方比上x dx 然后的话呢 你跟上啊 这时候呢 上面就变成什么了呢 一减三遍方 这个变成cosn t 对吧 底下除以的呢 是3t 跟上啊 然后d x等于什么 是cosn t dt 对不对大家 所以负的积分 能看懂吗 好 所以继续啊 那就等于这个扣三遍方呢 等于减去3t的平方 所以这样比下来是负的积分 1比3t呢 是cosn t dt 对吧 然后呢 减去积分 那么三遍方比3是3t dt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对不对 第一项是 这个负号留着啊 这个积分是 loin cosn t 减去 cosn t 对吧 大家 然后这块呢 大家注意啊 负负得正 但是3t积分的 还是负的 所以负的 cosn t 加上c 好 你的那个t呢 就在单调正区间啊 增长区间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 0到2分之派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标一下 这个正是t啊 这是t 那么3t等于x 所以就是x对边比斜边了 是吧 那么这底就更好 更好是1-x 开根号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不就写出了 负的loin 你写啊 cosn t 那么正好三倒数了 斜边比底边 那斜边比对边 1-x 对吧 减去扣单区的t 扣单区的就是 底边比对边了 所以更好下 1-x 方 比上x 对吧 大家 然后呢 再减去 cosn t 那就是底边比斜边 根号下 1-x 方 加上c 对吧 好 那么大家这个通分一下 变成了负的loin 看好了啊 就是x分之 1-根号 1-x 方 我来问你来答 我这里是 x带领的吧 你看题目 很清楚的啊 我这个x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x是带领的啊 这个q的x坐标 是不是带领的啊 所以的话 大家讲的话呢 大家看底下正的吧 那么一减去x 方开中 好像比e小了 这样一减的话 就是正的 这个绝对是不要加的 看到没有 减去根号 1-x 方 加上c 好 我们根据处理条件 那么就是在 t等0的时候呢 q是在 这个 我们q是在10处 p呢是00处的 所以呢 我们说 看q坐标了 是吧 当x等于1时 我的y是等0的 所以由此可以推出来 这个是y嘛 y是不是等于这个 是吧 所以x去1的中呢 这个是lawn1是0了 这个是0了 所以c等于0 所以c就是 所以由此呢 我们的轨迹方向 所以立即得到 y等于负的lawn x分之一减去根号 一减x方 减去根号 一减x方 加c 这便是 我们讲的 这个 q的这个 轨迹方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业务线方程 好 那同时说 你这个答案啊 跟这个 用可商议做的答案 不一样啊 你看 可商议答案 是不是这个 好 我把它抄过来啊 把它抄过来 我用可商议做的呢 link x等于cos 我们做出来的y呢 是等于lawn 那么就是x分之一 加上根号 一减x方 减去根号 一减x方 对吧 哦 这个c没有了啊 这个c得0啊 没有了 然后呢 linkx等cos 算出是这个方程 不一样啊 各位 一样不一样啊 你要说 你做不同的换源 你最后算出来 这各位 这是轨迹方程啊 这轨迹方程啊 它又不叫圆横数 你可不能说 它差个人的长处 它必须是完全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话 那不错了嘛 对不对 大家稍微动一动啊 这个动一下 变形一下 你看这个啊 看这个 负的lawn x分之一减去根号 一减x方 它等于什么 这个负号 是不是可以放上 这个负一次方吧 它实际上是这个吧 lawn 一减去 一减去根号下 一减x方 分之x吧 好 上下同时乘以 共和根式 是不是lawn x乘上一加上根号 一减x方 底下出于什么 各位 你看 很简单嘛 底下就是 1的平方 减去 1的平方 减去 一减x平方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底下不是x方吗 你把这个约掉 你看 是不是就是 它俩是相等的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完全一样的东西 完全一样的东西 回答完毕了 所以这道题 G非常的经典 同时呢 我给大家呢 也就是在换源法里头的回答了同学们一个问题 你去根号的时候 只要你的换源法是符合规则的 你放心大胆的用 没有问题 这个题就讲到这里 有了前面的 讲的变化率的那两题 一个是这个元素衰变问题 一个人口增长问题 实际上这个呢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变化率 我说啊 这是一个热门烤点 但是它不难 它不难 那么高温物体 对实际的变化率 我来问你来答 你这个变化率 你就是这样 高到低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温度不是在下降吗 能提供意思吧 所以你马上就能够搞清楚说 那么我就说 假设我的物体的温度是大T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么T大T对小T的求导 那实际上这个变化率是负的 对吧 所以这个变化率呢 与该时刻物体与介质的温差 成正比 那么就来了吗 它就等于温差啊 是物体现在的温度 减去介质的温度 是吧 那么这个介质的温度是多少呢 在20度恒温介质中冷却 它又强了个冷却是吧 所以是减去20 这是它的温差 与温差成正比 那么你自己这里的要设一个什么 设一个比例系数了 K 看到没有 设比例系数K 我们有个比例系数K 这K一般大于零 大家要学啊 你看我18讲前面这个是等于说 讲过这个变化率问题了 那么到了考场上 大家想拿到这种真题 你就跟我学我这个书上写的 能听懂我意思吗 考试当天这个是要你自己写的 是比例系数K可以带你 懂不懂 好 那大家算完之后 你注意啊 这前面是不是要填个符号了 就了吧 就不用啰嗦了啊 你变化率是负的 你现在是减少在 对吧 在减少 这边又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要填符号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写完这个 剩下的工作可不可以 是不是就实际做了 不落实老吧 你这个没问题的啊 那自己把它完成 同时这里面要定的 那么变量分离以后呢 你要把气的表达式写出来 然后呢 这个K要算算的 K要算算的 好不好 你自己做 这个没问题吧大家 没问题 这我们分成的物理应用级啊 或者说我们分成的这个变化率问题 我在整个18讲里面啊 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布置 是吧 那么有数学三同学说了 你老是假数一数二的这个变化率 稍等一下 马上就来数学三的变化率啊 会有经济问题给大家说的啊 这个继续啊 当初也把它做完啊 没问题了啊 一曲同工之妙啊 好 下面看五 牛顿第二定律 好 第五个 牛顿第二定律 大家注意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啊 大家已知道背景的变化率问题 是吧 我简单的提示一下啊 这个题大家如果基础三讲学得好 你记得这个啊 是不是在基础三讲有这个题啊 我简单提示一句啊 那么他的建立的文方程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M乘上A 是等于什么 哎 对了 你我现在是例在这 是吧 例在这 这个就只有随书尔知道了 苏珊同学 经济人才不考这个牛顿第二定律 MI点F 我这个例在这 但他看总组力了 你这里面有两个字 你要认识啊 一个组 一个例 例呢 它是等于说 与飞机的速度成正比 那么就比例就是K了 那就是K前一速度 但是请注意 组力要天赋号 非常好 你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K是大于零的 是吧 速度是正的 那么质量是正的 所以你待会的加速度是负的 你肯定是这样 你主力嘛 你加速度肯定负的呀 你要确定这一条 于是大家就可以写成 M乘上DV比DT 是吧 就得负KV 那么接下来怎么处理 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个题目呢 待会需要用 是吧 V和X的关系 所以大家用一下相关变化率 DV比DT 把它写成什么 各位 很简单了 那写上 DV比上DX 要X把X拿进来 乘上DX比上DT 这个是V了 所以写成了DV比DX 乘上V 把它往这一带 这个分离变量 就做出来 讲过了啊 这个技术三讲就讲过了 大家再练习一遍 就可以 好 到这个题啊 我们的数学二的同学 整个强化阶段的高点数学呢 你就学完了 我们先预祝啊 数学二的同学 复习顺利 考验成功 好 这个 我刚才说了啊 有的人说 老师你 这个总是 物理应用 经济应用 有没有这种变化力问题呢 当然有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经济问题 啊 这最后一个啊 经济问题 说 某种商品价格 主要有供求关系来决定 那供给量S 与需求量D 啊 这个S供给量 supply 需求量Demand 那么关于价格P的函数 表达是分别为 就告诉你了 S和D 随着时间的变化 看着啊 随着顺利面 供求关系会发生改变 因而引起价格的波动 所以价格P可以看成T的函数PT 好 这不就是关键词来了 分析 是PT 所以时间的变化率 那来写了啊 这个DP比向DT 对吧 那么 与过剩需求量成正比 你看啊 人写的多清楚 与过剩需求量 叫做D减S成正比 与P成反比 学一遍啊 除以P嘛 记住成正比的往分子上写 成反比的往分母上写 对不对大家 你学啊 你要学的 是吧 下一次书一书二同意 有可能这样考的 跟什么什么成正比 跟什么成反比 这么更综合一些了吗 对不对 比例系数为四分之一 好 这个不用你求了 四分之一告诉你 你这个不就建立起了 这样的文方程 对吧 把它写完它 它就等于 那么就是四分之一 乘上P分之 那么D和S的表达式 往这一抄 一减 变成了 负到17.2 那么P方 加上258 对不对 然后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方程 写成 DP比上DT 它就 然后把这个P方 除以P 然后这样一抢夺过来 就是加上 那17.2 除以4 那么就是4.3倍的P 是吧 那就等于 这边呢 这个约一下啊 剩下是 64.5 乘以P的 伏1次方 这个文方程 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步 数三同学呢 它是告诉你 变量替换 因为这个文方程 对于数学三同学来讲 是超纲的 那么这个是 数学一的 伯努力方程 那数一同学是知道的啊 如果这个位置 是Y的伏1次方 那么你令的变量呢 令Z是等于 Y的1减n次方 刚好是Y平方嘛 对吧 那么但数二 数三同学 它没有这个要求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提 我们怎么样呢 有提示 令Y的P方 对吧 令Y的P的平方 这个你放心啊 超纲问题 它要么就不考 要考就有提示 它会告诉你怎么换员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 Dy比上DT 它就等于 2P乘上DP比上DT 对吧大家 所以这样呢 你这个文方程 不就化简了吗 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带进去 对吧 带进去 这个两边一起乘上 P 那就是P倍的 就这个方程啊 你就两边一起乘上P 就是P倍的 DP比向DT 加上4.3倍的P方 等于64.5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往里带 就出来了嘛 那么P乘以DP比DT 是这个东西吧 所以呢 就是2分之1个 Dy比向DT 对吧 再加上4.3倍的P方 就用Y来换了 那么Y 就等于64.5 大家看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阶线性方程了 对吧 这个自己做就行了 好吧 大家 这个简单做一下 公式吧 就把它算算了 然后根据处理条件 是吧 那么就是 企业商品的处理价格为5元 P0等于5 把C求出来 这个咋就了 对吧 整个这一块啊 我们说 现在这个15奖 就我们讲文文方程 那么它比我们基础阶段呢 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的变化 除了大家在前面 一定要会解方程之外 这部一定要会用方程 大家这部分一定会好好重视 复习到位 好 这部分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